目前全世界衡量发达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人口超过5000万 目前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7个 韩国是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国 这可能是很多人万万想不到的 从华为开始 都用的是韩国生产的 显示器内存闪存等名配件 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巴西和加拿大 世界的第十二位 月升到了第九位 这则广告在韩国播放时配有韩语字幕 优一库首尔明动电排场队的门口冷冷清清 요즘中国에서 우리 한국을 대하는 모습들과 관련해서 여러 말도 안 되는 오해들과 편견들이 난무합니다 BTS RM的 발언이나 韩복, 김치, 파우차이 등이 언급되는 뉴스들을 보면서 어차피 말도 안 되는 억지들이니 저절로 자정작업이 이루어지겠다 싶으면서도 관양媒체들까지 나서는 편향된 환경에서 실제로 그런 것들이 사실로 자리 잡을까 염려되는 면도 있습니다 미국과 한국의 교역 통계부터 세계 속 한국의 경제적 위치 그리고 코로나 대응까지 이야기하며 각성을 촉구하는 내용입니다 그 속에 자연스럽게 일본과 비교하는 대목도 등장합니다 자국중심주의에 매몰되어 이웃의 진짜 모습을 보지 못하는 중국인들의 환상을 깨려 노력하는 내용 바로 보시죠 多年以来呢 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一直是录得巨额顺差的 目前顺差的前三大来源国 一次是美国荷兰和印度 当然了中国在跟40多国有要的贸易中的 也是录得了逆差的 逆差的前三大来源国 一次是韩国澳大利亚和巴西 韩国是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国 这可能是很多人呢万万想不到的 而且呢这个状况已经持续了多年 并且在不断的扩大当中 2008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是380多亿美元 2018年就已经扩大到了950多亿美元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中国收入到韩国的主要是 纺织品、农产品等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 像韩国人爱吃的泡菜 目前呢基本上已经不自己做了 而是从中国进口 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电子产品 化工、造船、机械等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 中国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从华为开始 都用的是韩国企业生产的显示器、内存、闪存等的配件 虽然三星手机的整机在中国市场呢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呢三星靠卖这些手机的零配件 在中国市场呢依然是赚的盆满钵满 目前呢三星已经超过英特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三星一家的出口量呢就占了韩国全国出口量的五分之一 而这种电子为核心的出口结构在今年的疫情中呢也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呢疫情之下大家很多时候呢待在家里 对手机、对电脑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扩大当中的 加上呢韩国的疫情控制呢比较得利 它的检测能力呢非常的强 又用高科技的手法呢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呢进行追踪 所以呢韩国呢没有实行封城封国 也没有阶段的对外联系 它的国际航班签证呢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控制住疫情 这个也是韩国了不起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呢今年的上半年 韩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边的表现最好的 它的经济呢是下滑了0.7% 而同期呢英国、法国、印度的下滑都超过了10% 德国下滑了6.3% 日本呢5.8% 美国4.4% 中国呢是1.6% 正因为呢下滑的比较少 所以今年上半年韩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巴西和加拿大 从世界的第12位跃升到了第9位 今年的1到11月韩国全国路德的贸易顺差是390亿美元 超过了去年全年389亿美元的水平 也就是说呢韩国的经济在疫情中呢经历受住了考验 而且成了一个大赢家 目前呢全世界衡量发达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呢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同时呢人口超过5000万 那么目前呢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呢 全世界只有7个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 加上东亚的日本 韩国呢是2018年最近一个加入的国家 而且呢韩国是这些国家里边呢唯一没有对外殖民的国家 它实际上呢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2008年韩国的经济总量呢大概是1万亿美元 人均呢是2万 当时呢日本的经济总量是5万亿美元 人均呢是4万 而目前呢韩国的人均GDP呢已经超过了3万2千美元 而日本呢基本上没有变化还是4万 那么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呢很多人预言 韩国的人均GDP呢会在10年之内呢超过日本 当然呢韩国是在少数几个领域里边的单兵突破 经济的整体质量呢未必比得上日本 像这一两年日韩之间的贸易战呢 韩国就明显处于下风 但是呢无论如何韩国经济的这种上升的事头 仍然是非常值得关注和钦佩的 日本的贸易战争 和日本的仍然不正的行為 說明的影片 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 日本服裝品牌 YOUIKU亞洲旗艦店之一的 韓國首爾民動店宣布下月關閉 據韓媒報導 作為日本服裝品牌YOUIKU 在韓國最大的門店 YOUIKU首爾民動中央店 下個月將關門停業 2011年號稱 亞洲最大門店的YOUIKU首爾民動店 開門營業 開業當天 銷售額就達到了20億韓元 約和1200萬元人民幣 創下當時服裝賣場的銷售新紀錄 9年後的今天 受抵制日貨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 YOUIKU首爾民動店 昔日排場隊的門口冷冷清清 店裡顧客稀少 日本服裝品牌YOUIKU 2005年進軍韓國市場 門店迅速擴張 一度接近200家 但從2019年7月韓日貿易爭端後 韓國國內出現的抵制日貨運動 給YOUIKU的擴張 按下了暫停鍵 2019年7月1號 日本宣布限制對韓出口半導體材料 韓國民眾紛紛喊出 抵制日貨的口號 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日貨運動 就在日韓貿易糾紛的風口浪尖 YOUIKU母公司 訊銷集團財務長 剛齊健表示 預計韓國抵制日貨活動 不會持續太久 這一言論 被韓國民眾視為 輕視韓國消費者 隨即引發強烈抗議 此後不久 也就是2019年10月 YOUIKU的一則廣告 又惹怒了韓國民眾 廣告中 13歲的羅傑斯 問98歲高齡的老人 年輕時是如何穿搭的 How did you used to dress when you were my age? I can't remember that far back 這則廣告 在韓國播放時配有韓語字幕 而老人的這句台詞 被翻譯成 80多年前的事怎麼還記得 這一翻譯 比原文多出了80多年 這一徹定時間 而80多年前 朝鮮半島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許多當地民眾 被強征為勞工 或淪為日軍未安復 許多人認為這則廣告 是在嘲笑韓國忘記了 被殖民統治的歷史 於是韓國民眾紛紛走上街頭 呼籲抵制優衣庫 此後 優衣庫在韓國的賣場 漸漸無人問津 12月4日 優衣庫公布 2020年度 在韓銷售額 為近6300億韓元 與2019年度銷售額相比 一半還不到 此外優衣庫 2020年度 在韓國的營業利潤 虧損達883億韓元 是優衣庫 進軍韓國以來 首次出現負增長 一度作為時尚服裝領頭羊的優衣庫 在新冠疫情 和韓國民眾抵制日貨運動的 雙重衝擊下 無力繼續 僅今年優衣庫在韓國 就有30多家門店 關門停業 不止優衣庫 據韓聯社報道 由於在韓銷量不佳 日產公司決定 於今年年底正式特出韓國市場 另一方面 日本處理歷史問題的態度 再次引發韓國輿論不滿 4號 韓聯社電視台報道說 日本近日向世界遺產委員會 再度提交軍艦島報告 報告內容依然歪曲歷史 2015年 23處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這些工業遺址中 包括了7處強徵朝鮮勞工的奴役地點 其中就有軍艦島 爭議已出 日本方面隨即承認強徵勞工歷史 並承諾將建立告慰強徵勞工的信息中心 然而5年過去了 日本方面並未有所行動 日本政府近日公開了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表示從報告中的相關資料可以看出 日本勞動者與朝鮮半島的勞工 都是在同等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的 韓國政府則表示 如果日本方面不履行深移式的承諾 就將不斷就這一問題表示抗議 韓媒稱 目前的韓日關係可謂原地踏步 日本對韓國的出口管制仍然在繼續 菅義偉就任日本首相後 兩國雖然舉行了局長級磋商 但分歧仍未縮小 從目前形勢上看 想找出實現韓日關係正常化的辦法 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而且韓國國是這些國家中唯一沒有對外殖民的國家 韩国在世界中的哪一个所面显的东西 和确社上管理所的韩国是怎么贴的 然后港池的予论了我们的第一个有声音机 但是第一次经验的予以 door 这段时间相关长的一年以后 空互对那种肯定的爱意的心意 且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次的一场顶远显了一个视频 香港人甚至一班农业中区的所有媒体 看得到大多数人所持人的虫 一分贵群为重心地的gan传致 这里的大多数的大量 見面明明明明.